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蛤蜊大蒜鸡汤 那准备的食材有鸡腿300克 蒜头10克 以及我们的蛤蜊150克 还有我们绍兴酒约15克的量 还有我们的微电锅米杯7杯水的量 以及盐巴适量 接着我们将食材一一放入 我们的蛤蜊 我们的蛤蜊 蒜头 绍兴酒 放入我们的水 这是放入我们的锅内 记得锁紧 好像安全锁 然后我们今天要炖煮 选择到煲汤 约20分钟就可以开始啰 好完成啰 我们将安全锁打开 接着我们放入盐巴 适量的盐巴就可以了 再放入盐巴 接着将它拌鱼 可力大蒜鸡汤 这样就完成啰 这样就完成啰 谢谢观看